今天天氣很好,我們決定去牛島一日遊 這個廣營就是售票署 買票前要先填表 一張去一張翻,一張紙填兩個人就可以了 記得帶護照來買票 我們兩個人來回票合起來二萬元 下載這個Google智能鏡頭很棒 自己會翻譯成中文 跟著藍色線去 韓國的船很特別 這樣大家坐在地下 就可以睡覺 這麼快15分鐘就到了牛島 第一件事就是租單車 碼頭附近就有租車的地方 國際駕駛汁要吸A才可以開電動車 所以我們最多都是開單車 我們租了兩輛單車 就三萬元一日 我們下集結束 我們下集結束 牛島其中一種最有名的就是花生冰淇淋 好像糖不甩雪糕 這裏可以付錢騎馬 不過是有人拉著你走的那種 牛島還有這些賽艇玩的 牛島有很多東西玩 這裏又可以餵爐仔 終於讓我們踩到來這間吃生魚片的地方了 它有中文的菜單 有會說國語的市應生 我們點了這個兩人五萬瓶的套餐 五萬瓦兩位即是三百港幣兩位 值得吃 這個套餐第一樣就是生魚片 很新鮮的 刺身多到不想吃 因為這麼多 第二道菜生魚片撈麵 也挺彈牙的 好吃的 超多食物 第三道菜是炸魚餅 生鮮的魚肉 拌了一點點像薯魚 好像平時那些煎薄餐那些 第四道菜還有烤魚 這是魚頭來的 最後魚骨也不放過 用來熬湯 這餐由頭吃到最後 值得來 很值得來 可以駕駛車去牛島 不過我不太建議 因為踩單車油牛島是好玩很多的 而且它的車位有限 如果滿了就要等下一班船 就要等下了 哇 哇 哇